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小孩不一般 一见面 家康更是喜欢 于是便将他招为小姓 1562年 父亲长正病逝 兄长神元清正继承了家都 可是由于清正体弱 所以家中事务由于归代理 并且两人的叔父神元一德斋将于归说为养子 作为后剑来辅佐于归 第二年三合一向一魁爆发 九景中上因为家康倒向知天家的原因 而参与一魁之中 神元家很显然没有跟着掺和 于归也跟随家康镇压起义 进行了他的出镇 由于表现良好 当时还叫松平元康的家康 就将名字中的康字赏赐给了于归 以表示奖励 1566年 18岁的于归正史元福 取名神元康正 与同龄的本多钟圣 共同担任家康的七本先手艺 同样指挥50名骑兵 就是家康的护卫队 所以说康正和钟圣非常的要好 两人在年少时期就在一起当差 后来康正更是作为家康的侧劲 在军中不断活跃 因为康正字写的好 他从小就会写字嘛 文笔也漂亮 所以经常为家康代笔 1570年 家康与信长共同出兵 攻打昭仓与前景联军 双方爆发紫川之战 康正与九警钟次一起冲击招舱军的侧面 钟次作为先锋 康正为二阵 战斗一打响 钟次率领部队开始冲锋 等康正上阵之时 他命令士兵全部一字排开 以最快的速度冲入战场 并且大声的命令部队 要赶超作为先锋的九警钟次 钟次这边正卯足了劲往前跑 忽然听到啊 后边康正追上来了 他这一群字啊 不行啊 我是先锋 怎么能落在你这二阵后边呢 丢脸不说 功劳还得让你抢了 于是啊 也下令 加快速度 不准让后边的友军赶超 这样一来 两人就叫上进 你追我赶 对面的招舱军一看 冲过来一群疯子 纷纷避让 所以呢 这一次冲锋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战后家康高兴的称赞康正说 此战康正可以为典份 1572年 家康与武田信玄会战于三方圆 此战呢 家康惨败 退入宾松城 武田家紧追不放 兵临城下 整个宾松人心不定 士气非常低落 为了防止来势汹汹的武田家 趁乱冲入城中 康正便在白天召集了一些士兵 让他们隐藏在城外 不着急入城 等到夜里呢 一群人集合起来 猛的冲入敌方阵营 大声的叫喊 熟睡中的武田家士兵 以为有人夜袭 纷纷起来准备抵抗 结果等出来之后发现 人都没了 这么一折腾呢 武田家的人肯定以为城中有准备 不会轻易发动进攻 当然呢 也都没怎么睡觉 害怕德川家真的来夜袭 第二天呢 宾松城已经垄成 想是不会很快发生战斗 武田家的人们呢 就想着瞇瞪一会儿 结果呢 这个时候 大田王九景中刺 在城中敲起了太谷 鼓声隆隆睁眼 城外的武田家士兵眼圈都黑了 在心里边把九景中刺 他们家祖宗十八辈给骂了个遍 心说呢 你还让门活了 打不过也不带玩赖的呀 可是呢 这中刺啊 不见停下的意思 越敲越起劲 最后武田家部队实在受不了 只好啊 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就撤了 当然呢 这些都是我瞎编的 具体呢 是说武田家呢 认为这个宾松城里边在搞阴谋轨迹 然后就撤退了 1575年 长晓之战爆发 这一次啊 大魔王信长亲自上阵 武田军打得比较惨烈 敌方大将内藤昌丰 孤注一掷 抱着逼死之心 冲入了家康的本阵 想要鱼丝网破 此时呢 康正和本多忠圣 联手护主 保下了家康的性命 再立下大功 1582年 本能思之变发生 家康呢 此时正好在借势游玩 整个人一下就暴露在了明智光秀的势力之内 性命开忧 好在呢 德川十六神将之一的福布伴藏 靠自身与忍者集团的关系 帮助家康一路穿过一鹤 回到了三鹤 这其中 康正也一直跟随在家康身边护卫 后来随行的几位家臣呢 都得到了重赏 可见啊 当时对于家康来说 是多么的凶险 1584年 家康与猴子 抱拔小木长久守之战 此战中 康正对已经溃败的雨柴袖刺 展开追击 致使敌方大将森长可和池田恒星被逃死 同时呢 为了表明德川家起兵的合理性 康正还写了一份责难猴子的习文 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秀吉啊 本来就是一猴头 信长大人收留了你 让你成为了池田家的家臣 如今呢 你却想要取池田而代之 着实是不要脸 当然呢 康正的文笔很好 肯定不是我说的这样 字写的也好看吧 他当时是有名的书法家 猴子拿到习文打眼一看 哟 一手好字 再一看内容 火冒三丈 可能是骂得太狠了 当即便下令 有谁能取得康正首级的赏十万弹领地 后来家康与猴子和好 猴子指明要康正陪同家康一起上落 面见自己 康正心说呢 这猴头难道要求后算账吗 反正横竖也是意思 去就去吧 等到了地方见了秀吉 猴子就发问 说你就是写习文骂我的那个神员康正吗 康正说对啊 就是我本人 只见猴子一条大木鸽 好 写的好 字好 文笔也好 当初啊 我们是对地状态 你骂我呢 是为了对自己的主公尽忠 如今呢 我们是一家人了 我是不会怪罪你的 家康能有小平泰 你这样的家臣 真是让我羡慕啊 其实猴子这个时候啊 心里面一万头草尼玛啊 但是呢 自己现在是天下人了啊 你得装啊 不能让人家笑话 自己小气 别人骂你两句 就把人家脑袋砍了 这种事啊 是很不得人心的 随后啊 猴子便授予康正 纵武为下 士不大府的官职 这个士部啊 就是士部省 也就是后来的文部省 主管学术啊 文化啥的 意思就是说呢 你看康正骂我 骂得这么狠 但是啊 他文笔好 文才好 我猴子呢 爱猜 不许计较 你看我大气吧 1590年 康正参加小田园征伐 并在同年 跟随家康 移风到关东 被授予上野国 管兵城十万代的领地 与本多中盛的蛋糕相同 四天王中 景一执政 领地最高 十二万代 九景家最低 三万七千代 当然那个时候呢 九景中次已经退了 之后的康正 多以政务建长 1599年 五大老中的 于喜多秀家 家中生乱 康正与大谷吉祭 一起被派去福建城 进行调停 据说之所以派他去啊 就是因为康正的政务能力啊 比较强 同时啊 他还是于喜多秀家 测试 花房市的亲戚 同年呢 康正听到了十天三城 要刺杀家康的消息 得知此事的康正 立即赶到了家康身边 进行保护 并且散布消息 说德川家的十万大军 要从东边过来了 以用来迷惑三城 后来这三城啊 也没有刺杀成 第二年呢 官员之战打响 康正跟随家康的儿子 德川秀忠行军 行至上天城的时候 秀忠的部队被真田昌姓和真田姓村爷俩给缠上了 秀忠呢 也开始攻打上天城 这个时候康正啊 出来向秀忠觐见 说我们现在呢 不能停在此处纠缠 应该抓紧时间赶往美农 否则呀 会误了大事 秀忠呢 当时可能没听 再加上啊 遇到了恶劣天启 等家康让他进军的指令到达的时候 也已经晚了 所以康正也没有赶上官员之战 后来家康为此事痛批秀忠 好在呢 康正极力的为秀忠调解 才平息了家康的怒火 事后啊 秀忠也非常感激康正 并且表示了 当初要是听你的就好了 官员合战后 家康拜领张仪大将军开设江护幕府 康正成为幕府老钟 就相当于管领级别 主要负责天下政务 由此可见 康正也是个文武双拳 内外兼修的武将 据说呢 家康有意想增封康正的领地 结果啊 康正认为 自己在官员之战没有立下寸功 于是啊 就拒绝了 后来家康重用文臣施政 逐渐疏远这些打天下的武将 其中啊 也包括康正 康正面对冷遇啊 也是非常的愤慨和不平 但是呢 他还是对人们说 老臣争权乃是亡国之兆 随后啊 就主动离开了权力中心 据说呢 家康听到康正这些话后 非常的感动 于是啊 就把在神明面前 发下的誓言书 交给了康正 应该是说要永保神元家 或怎么样 就类似于宋太祖赵匡义 送给厚州柴家的单书铁券 基本差不多 1606年 康正因毛囊炎恶化 卧病不及 二代将军德川秀忠 念及康正与自己有恩 亲自派遣医生和家臣 前往探室 后来康正不治而亡 享年59岁 那个时候 卫生条件太差了 一个十万弹的大名啊 德克毛囊炎就死了 康正死后呢 家都有三子 神元康盛继承 神元康正可以说是 又一位日本战国时期 优秀武将的代表 不仅武功赫赫 而且对内施政 也是得心应手 最难得的是呢 在最后阶段 懂得激流隐退 保全自身 那这点呢 跟好朋友本多终胜差不多 据说呀 后来神元家的后代犯了事 将军准备制裁 神元家啊 结果呢 他们拿出了当时家康 送给康正的誓言书 也是所谓的免死牌 搬出来了 果然呢 最后神元家 没有得到实质上的处罚 这就是康正 在那个时候种下的善因 而且康正的人缘呢 也很不错 不光跟本多高达关系好 跟景义执政的关系也很好 两人呢 以亲友相称 他们之间的认同度也更高 康正曾说呀 知道大玉所所想的人 无非执政和我而已 其实呢 德川四天王之间的关系都不错 这也挺难得的 四个人呢 各有特长 都能独当一面 九颖中赐 资格老 功劳大 跟家康又是亲戚 他作为家臣和四天王之手 镇得住 景义执政 年轻有为 战场上敢于拼命 回到家 外交又是一把好手 本多中胜 勇武第一 打仗从不受伤 而康正就非常的全面 战场指挥没问题 下来内政也被家中非常认可 同时呢 还是个书法家 很有文采 好了 至此呢 这德川四天王 咱就都讲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